字幕提供 我要的就是兩個東西 一個是你來跟我上鄉 跟我兒子上鄉 你好好來跟我兒子上槍 你有誠意來道歉 和解金額都可以談 爸爸從頭到尾都是這個態度 甚至爸爸都說了 我兒子就算做錯事情 你要開槍怎麼樣都沒有問題 可是他想要知道的就是 為什麼要開到這麼多槍 這個案件基本上已經五個月了 那你說就是說該調查的 也應該都應該調查得非常詳細 非常清楚才對啦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 等一下我們進去 我們會告訴這個像檢察官表示 因為家屬一再的要求 其實對一個受害人家屬 他的兒子今天客死一箱 死在我們這裡 我們有義務應該要給人家一個交代 就是說到底現場是發生什麼事 但是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其實台灣的政府像剛剛律師講 一直以所謂的偵查不公開為理由 拒絕提供 而且還對外聲明說 本案其實沒有任何的疏失 另一方面呢 他就又透過私下管道去到處去 私下介入教室 想要軟硬堅持的希望家屬能夠和解 我想很清楚我們必須要說的是 如果警方認為你沒有輸 那你就光明正大地公開命入器吧 警方致死不停以後才使用這個槍戒 我們認為說那個承信警員的使用槍戒 應當都有它的合理性 擊破性的必要性 也符合理應的原則 這部分我們認為說都符合 警戒使用條例的事情 那警方這邊認為說是合理使用槍戒 這個和解沒有說和解的問題 但是我們願意赤負 那個道德的衛服器 這部分在雙方在恰當製造 什麼警方有沒有告越南 有沒有派遇到越南 這部分我們這邊沒做就是當年的事情 對 不知道 我不曉得 他剛剛其實講到越南和解的這件事 有人去越南只要和解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我特別再跟各位沒記者再解釋一下 當時其實是當他把所有的在台灣的事情 委託給在台灣的友人跟律師 還有人權的土地之後 其實他就回到越南了 而回到越南之後 在去年的10月26號的時候 剛剛爸爸有講的一男一女 他說他們代表台灣的警察 打電話請他去南越的西貢 談和解 去越南的南部 那爸爸他其實在越南是住在中越 中越跟南越很遠 所以當時他們就約定改了 改成10月27號去河內 那到河內的時候 爸爸要求對方你要談和解 當然要出示身份證明跟警方委託書 而對方當時其實他就推託都沒有拿出來 然後現場當時並沒有貪承 而後來28號的時候 他又再打給爸爸說要再約一次 然後臨時又再改期約到30號 後來又再改期約到11月1號 而當時在11月1號見面的時候 爸爸再度要求對方 你必須出示委託書跟身份證 身份證明 希望談和解的文件要有越南文 我想這很基本的條件 第三個是他希望有正式代表和公開的行事 不是透過這樣偷偷摸摸的方式私下跟他派個人就想要和解 那結果當然對方又再度拒絕 所以最後又無聊之 那其實除了這些之外 也包括11月6號越南的仲介 甚至直接打電話給他們 給到越南去說 警察要求家屬必須親自來台 才能取得阮國飛的香驗屍體證明書 但是這個證明書 其實家屬早就已經委託在台灣的代理人 就是律師處理 而且要了好久都要不到 而且同一個時間 家屬委託在台灣的友人 甚至直接被竹北分局的分局長直接告知 暗示他說判決可能對阮國飛不利 希望家屬不要再堅持盡快和解 鑑定結果確實是 二員警開多槍導致他的死亡 那死亡原因是他殺 然後到院前已經死亡了 開槍的前段沒有錄到 但是即將要開槍的時候 他是有錄到 救護車的內容有嗎 救護車的內容他就不曉得 但是只有那個密錄期 應該確實是密錄期 那什麼時候會再洽談 他說他要判斷是不是有看電的必要 因為我們要求他看電 當庭看電 那他要去說到底有沒有看電的必要 今天他沒有談到說現在以後是不是要起訴 沒有沒有談到 他回去問警方如果有願意和解的話 他會跟我們聯絡 那個阮國彤先生他是21號要離開 所以我們也希望就是說如果他在這段期間 能夠跟我們練習願意來談 他先是一個逃跑外勞 所以他面對的是整個社會對於逃跑外勞的污名之外 真正加害於這個阮國彤的 我們先不論說到底現場 因為我們沒有人在現場 我們沒有人看到現場到底發生什麼事 可是實際上 大家是阮國彤的是我們國家 公權界的行使者是警察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在當時爸爸在台灣16天 沒有任何人有誠意的來跟他談這個和解 在告訴他的都是不斷的說 因為阮國彤頑強抵抗 因為他可能 他可能有犯了什麼時候 他可能偷車 所以他自己犯了錯 才造成他死亡 他其實包含的是整個台灣制度 移工制度 整個包括成人剝削的問題 包括是最基本的人權 最基本的自由軟案雇主 包括基本勞運條件的保障 包括送件制度 其實這種種的問題 其實都在這個案件裡面 被很清楚的被揭露出 大家都應該要更誠實的去面對這些問題 那當然這個案件除了協助家屬 能夠找到所謂是原因的真相之外 其實我們當然更希望能夠透過這個機會去 希望能夠有機會真的去解決這些 藏心性的結構性的問題